我在那末房 拆下一子 日命 有期了 李三娘与出生后便分开的孩子 阔别多年终于重逢 场面令人动容 台湾戏曲学院金剧团 新编戏曲看瓜比后 由当家花旦朱明琳 将李三娘作为女儿 妻子与母亲 多重身份的心境转换 诠释的扣人心弦 其实这个戏也非常的特别 因为这个女性呢 是真的非常命苦的一位女性 就是先死了父亲 然后丈夫又离开了 最后生下的儿子也离开她了 我想这个在舞台上演 这是非常很难 很难把一个女人这样子 很深沉的内心要外放出去 看瓜别后 改编元代四大男戏之一的白兔记 由当家小生赵阳强饰演刘之远 与当家花旦朱明琳 带领新秀演员共同演出 剧中还加入与瓜精斗智斗勇的武打场面 令人耳目一新 内心受到非常大的压抑 所以刘志远在瓜园碰到瓜精 才会把她内心那种的愤怒跟不满 把它出在瓜精的身上 除了打斗之外 在这个戏里面我还加了一些翻滚动作 我也非常刻意让自己的身材 刻意地减重了几公斤 这一次看瓜别后的演出是娃娃声 就是也是进了剧团之后才接触到的 对然后我觉得是要表现出那种情感 就是跟妈妈那种多年没见的情感是比较难的 看瓜别后将于11月27到29 在台湾戏曲学院木架演艺中心 一连演出三场 经典剧目创新演出 喜爱传统戏曲的观众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